要有两个力 第一得有财力 第二得有眼力 非常给力 反正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其实刚才说到财力这块 其实对她也是有一个负面影响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叔叔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但她朋友很多 为啥多呢 叔叔 你亲家母对你评价咋的来的 说你为啥朋友多呢 朋友多手大 手松手大 就是好请客 谁来都爱买单 完了 手大就过日报贵啊 花钱如流水的这个事吧 我不应同 但是呢 你给谁花钱呢 对 分仁 分事 对 分仁分事 你像有些人吧 你就竟然远之 那样子就没必要的话 去她为她去买单 或者是啥的 这样子就是竟然远之 你要是一般的话 很多朋友打你都是交心的 我们不是九十六朋友 我们是交心的那种 我可以去真心去对待你 我可以给你去买单 就这说吧 不必要的花销是就不不要去花 但是该花的钱我们必须得花 我们不差事 你给谁给谁买单吗 对 像她说的 我得有分寸 有分寸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人在您这儿才能借到钱 那里是实在的一方 你里最喜欢你你里应可 对吧 晚你真借呀 借吗 借啊 不还家政 又不还的 晚你怎么办呢 那你不要了 拉倒了 你说咋着 那你十块二十块就行 那十万把万的呢 没借过那么多 没借过那么多 最高数人多少 要是上万吧 上万 门没要回来 天哪 有还的 有 有几个 有还的 那还是说隐藏的话语就是还有没还的 大多数没还听这意思 对 卖家的老爷们里面 这个吧 瞎借钱我 你说这个我不应可 因为我不是乱花钱的钱 没啊 别说你乱花钱 你不走脑 乱借 对 那更受不了 如果我要是管你借钱 那你能借给妈 咱们刚刚相识 现在借啊 已经认识了 对啊 在节目上认识了 下节目上都闹了一会儿了 电台 给电台借钱 借多少钱我都借你 哎呦 天哪 借 对 那我借他这有关系 真的还没关系啊 已经是闹了一会儿课了 说是 完了已经是相识了 就是朋友了 那你说我如果 这有困难 要是把你借点钱 不借多 借个三千五千的 你能不能 三千五千的 那个不损伤我啥皮毛 那我就小到不快慢慢拿 今天三千 明天五千 后天一万可以吧 那不能借了 为啥呀 那我已经借你三千五千了 那你再不借了 那你这钱就浪漫 不是 那个无所谓 我只要是不借 就是不想要了 我现在别人有帮我借钱 借钱我当时就回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借钱我不要了 但我不能这么说 这不要了 就是才能管借了 主要是不能随便借 是吗 所以我里走脑了 对吗 不是谁借钱都 但这有困难 还是可以帮一下 要是我俩牵走了 我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你说一借了 一把也不行 我起初不想借 你还能借吗 能打仗吗 不能借 不能借 也不能随便借 我最反对借钱的人 对借钱的人 那你还借人 那夸大借人算钱 对 不伤皮毛吧 我这钱这块不会的 那好吧 男嘉宾空手掏白狼 有那意思吗 没有那意思 他之前借过这钱 我可以帮他往回要 我觉得叶浩姐这个特别好 你不往这借吗 你前脚借我后脚给你要回来 你咋要啊 就是那种商机根本的要吗 我告诉你 突然把老公钱还回来 你要钱挺难 因为这钱要回来 就属于我的了 钱哪有一本争计要 一本争计要 他不给你啊 不会 你一个人钱 你自己说就算 你解婚了 必须得听老婆的 这个事 你要是成家了 你不得赏亮吗 这原来的哥哥 我估计是不好意思 眼睛薄 对 这以后成家了 从老说这还挺好 有个档天牌了 也会影响哥们感情 对不对 有档天牌了 对不对